现在民众党变成民众堂了吗 柯文哲用了4300万去买的商办 现在租给的对象 据说有涉及暴力讨债的前科 这个火越烧越大了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商办不是花了4300万去买吗 大家在质疑说 你用你的政党的 你的选举补助款这件事情 合不合理都还在讨论之外 现在有一个新的背景 有一个新的谈论的焦点 就是现在这个办公室有人在租 以前就租了 承租的人叫做先发新业公司 这家公司很有来头 他的公司代表人叫做贵俊杰 他曾经担任过前立委罗辅助的助理 大哥的助理 我们看到这个公司里头有很多董事 其中一个董事叫做李天夺 他是国安局的退役上校 那我们再来看看李天夺 据说跟沈庆金 朱雅虎是好朋友 那大家不要忘了 沈庆金的案子 金华城的案子 现在跟柯文哲 也脱不了关系 现在检掉证在查 所以柯文哲用4300万买下的这个商办 到底跟沈庆金有没有关联 如果要这样连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道理 这个是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牵连出来的一个关系图 那当然柯文哲说 哎哟 你们想太多了吧 想太远了吧 现在柯文哲头痛的东西 太多了 包括我们看到先讲讲李天夺好了 外界就讲说李天夺 你跟柯文哲有没有关联 你知不知道他来买你们的办公室 李天夺说我连自己变成这一家公司的董事 我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把我挂上去的 我不知道 好了 现在这个曾经涉嫌暴力讨债的董事长 这一位先生叫做这个贵俊杰 他被大家启底 或者是去Google他的背景 他的前老板叫罗夫柱 过去曾经涉及掏空信大证券 更以创办台湾三大黑帮之一的天道门文明 后来跑去中国大陆了 那贵俊杰曾经做过他的国会助理 还曾经帮罗夫柱来暴力讨债 成立讨债公司 这背后的关系大家可能已经有一点点概念了 可是这个先发实业的整个背景 就是由许淑华来揭露的 他说你看到抓到了 你们现在变成民众堂了 柯文哲金华案缠身 4300万的补助款买商办 这个争议连环报 记者围着他问 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今天他终于松口了 说好了大家不要吵了 我礼拜四开记者会 今天他撂下这一句话给记者 那陈佩琪这个礼拜很安静 可是柯文哲还是出事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所谓钱的关系 阿伯家里可能很有钱 现今可能很多的来源必须要讲 佩琪姐你先搞出来的 因为他去看豪宅嘛 结果被人家爆料嘛 他自己在脸书上也承认嘛 他脸书上写的这一段话 大家来回忆看看 那个时候他怎么写的 他说我去看过办公室 沿着党部的人爱 林森杭州等地段看 我说我的确看过他们说的 约略这个价位1.2亿的房子 最常找的应该是灵仪街啦 因为这个地方很像八卦镇 记者会找不到我会迷路啦 我们就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 柯文哲最后花了钱买 对不起花了钱买的 这个商办的位置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在这里 4300万买的 那这个他的老婆 陈佩琪讲说 我就沿着林森南路 仁爱路一段 杭州南路在这边看 这个就是台北最中心的位置 靠近立法院的商业地区 可是中间有破绽 一开始佩琪解释说 帮我儿子看 娶老婆用的 怎么最后门是办公室 而且她自己也说 她有在看办公室 所以很多东西兜不起来 观众朋友 现在党内还在互打 好几个女人打成一团 包括蔡碧如 今天也被报导说 她自己的账目也不清 她选的是立委 政治现金的报销 也有鬼 说是她的人事费 拆成339笔交通费 你可能也在报价 这个假账 这个假账的金额是破百万 蔡碧如今天有出来解释 她说因为选举期间 有很多志工来帮忙 为了感谢他们 就用车马费的名义 来付钱给他们 一切合法合规 所以到底为什么 这个解骨眼蔡碧如 她自己的政治现金的账目 也被爆出来 有人就讲 有可能是柯文哲 刻意放出来的狼烟 让所有人去关心 蔡碧如的账务问题 然后忘记 柯文哲用4300万 购买这个商办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忘记吧 就算碧如姐有这个争议 大家也不会忘记吧 来 先请教雨萱 我平均有论 这个时间点 你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 有谁会想去打蔡碧如吗 不可能吧 但我跟你讲 如果说是 民众党自己内部 要去报蔡碧如 那就泯灭人性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选举期间那时候 我是在旁边看着他的 我还很多次跟他 我们两个就常常在聊 他选情的状况 真的没有半点人 没有半点钱 你选举时候不帮他 然后他都散到要给他拆掉 他真的是家徒四壁 选到有够穷的 然后你在这个时间点 还要去弄他 然后如果只是为了救柯文哲 那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做人没有人这样做的 人不会做这种事情 再来第二个 至于你讲罗夫说这个部分 我觉得柯文哲很上道 你知道为什么上道吗 因为第一个 正常的买房子 5月的时候没有现贷令 谁会用现金交易 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没有现贷令 搞不好可以贷8成 9成 结果他跟你讲 我全部都要用现金 再第二个 下去之后马上包租贷款 就自动就有租约 帮你贷好好的 就职业还可以领现 再第三件事情 他怎么找到这间房子 这个房子从民国六十几年之后 产权就没有在变动 而且买的时候很有意思 他5月10号买了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5月9号的时候 柯文哲在干嘛 他在发一篇文 跑去监裁人前面 说高房价 是未来赖清德总统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他谈高房价 结果你知道5月10号 就隔天他干嘛 他自己把房价垫高了 这个之前成交价 均价都80万 他就用88万直接现买 我过去也做过相关产业 我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极构你知道极构是什么吗 88是他的牌架 他可以存在议价空间 他直接说不用了 我不用议价 我直接现金进去了 再来我刚才是不是讲到 那柯文哲怎么找到这个房子 你如果仔细把整个地图摊开来看 分三个部分 一个叫做立法院研究大楼 宏慧姐一定很熟 第二个叫做原力群英 也就是夹在中间我们讲的 那一栋豪宅 总共13楼15楼的那一栋 13楼是1.21 15楼加起来是1.61 1.71 那在旁边一栋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转角的地方 就是这个中国航运大楼 就是扣登城买办公室的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觉得很怪 看房子通常是怎么看 我找仲介看 我去房仲看 我去网路上看 所以他会零星在台北市各地 可是让他今天全部集中在疫区的时候 各位那就不是一般的房供待房 看房子那是什么 地方 有那种我们讲的牌膠子 在搓楼 我跟你讲我知道你的需求 你需求就是要消化这些 而且都是用现金处理 那我就帮你找说 附近有什么样的物件 也不能找公司 因为公司到时候他们报仗 要开股东会很麻烦 一定要找什么 自然人 自然人我给你对接 现金直接拱下这笔交易 如果不讲的话谁会知道 不要忘了 陈佩琦第一天问他 问他1.21豪宅的时候 他跟你讲说什么 我哪有看什么1.21豪宅 结果第二天的时候跟你讲说 我有看1.21豪宅 从头到尾没有人讲说房子已经买了 结果现在办公室出来了 那各位你相信吗 只有这一间吗 还是有其他间 柯文哲没有把实话全部讲清楚 来 宏威姐 所以他这个星期四的记者会 他如果不能把话一次讲清楚 我觉得那开记者会 开得越多问题越多 其实从他爆发 所谓的假账风波以来 也开了好几次记者会 但是记者会每次都留下一团迷雾 然后接下来就爆出另外一个事件 而且每一个事件 他可能的说法都不一样 就是会发现就是用挤牙膏方式 那这真的是犯了这个政治危机的打击 就说你没有办法一次摊开一次把他讲清楚 所以既然这个星期四的记者会是他们筹备已久 那我现在也希望说他能够透过这个记者会 能够做好政治危机处理 把他讲清楚 那我讲一下就说这个房子 当然我觉得这个对他的人设崩坏 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他之前就在居住正义 要解决高房价的问题等等之类 他发现说你又去看1.2亿的豪宅 然后接下来你用4000多万 真的是完全没有用贷款 就直接买房 大家都觉得说今天就你之前在讲说 你到底买不买得起1.2亿的豪宅 大家想说你们两个人都是医生 对不对 原来住6000万 我们再贴一点钱 怎么不可以再去贷款 也可以买得起1.2亿 大家不要吵不要吵 那他还在这样子 想办法来帮他圆的时候 没想到已经动毛自己买下去 都要就觉得 你想要帮他圆的人 可能自己都那个 就是满脸豆花 都是会满脸豆花 好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对他的人设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至于用这个事情 用连连看的方式 一直连到金华城 我觉得是扯太多 因为金华城案子 反正那个议会专案小组 如果议员们好好认真的去查 可以从那边查到一些东西 用这个连 我觉得李天楼我们很多人都很熟 你说因为透过李天楼 连连连连到金华城 真的真的是扯太远 好 蔡壁如这事情 我也觉得就说 在某一个程度我相信很多现在 民众党的支持者都非常焦虑 就像以前我们的国民党的支持者 怕死了 天天党内互打 天天互斗 现在这个大家也会很担心 怎么搞的 也有大家互相打来打去 至于这样的打法 会不会跟未来的主席的保卫战有关系 因为现在也有人想说 柯文泽还能当主席吗 你给人家停权 你是不是要停权 你是不是要做处奔 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会担心这样子 所以有人去打了预防声 把蔡壁如也牵扯下去 可是这样的做法 会觉得你们民众党会不会乌鸦一般黑 所以我觉得现在他们所当务之急 不要在党内互打 而是重建外面对于民众党的一个信任的信心 重拾信心 是 宾哥 我觉得宏威可能要失望 因为他周四的查账记者会是公开查账进度 真的吗 可是记者可以问问题吧 不是你问了也没有用 我相信很多事情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要不然就不敢讲 不是 你如果只是公开查账进度 我是劝民众党干脆不要开 你这样会死得更难看 我跟你保证 因为你只是告诉大家 你只是提供更多资料让别人来打你 在我看来就是这样 你们已经做了 这种笨事做了几次还要继续做 如果你要继续做 民进党是会很欢迎 但是我只是觉得你们这样做 其实说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其实现在你不需要 公布什么查账进度 你们那个账就是一本烂账 你们要确认找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 他们愿意协助你们 由会计师去策查 那个不需要你们开记者会 那个应该由会计师来开记者会 帮你们公布 那个才能够取信别人 不然你们每天公布 你们是每公布一次死一次 我跟你保证 你们真正民众党要公布的是什么 是公布你当初为什么要去买这一间 你是跟谁买的 有没有其他的利益相关关系 因为现在民进党就是用影射 用连连看的方式 他讲的一部好像你是跟微晶小神买的 感觉跟进华是很有关系的感觉 那你就要去解释 你到底跟谁买的 我觉得这样比较快 然后你要去解释 目可跟民众党到底什么关系 是不是你的党赢事业 时间公司为什么可以接你一千万案子 到底怎么回事 你要把这些关键问题去解释 至于账你不要去碰 账是由会计师去帮你查 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跟你讲 最近几个民调都显示 柯文哲的制度雪崩 刚好你们TVBS做了一个民调 我也觉得很有趣 你们做的民调是说 如果我们重新再来选一次 假如时光倒流 对 时光倒流 重新再来选一次 那你知道吗 侯尔宜还是33% 没动 柯文哲从26%掉到18% 那你知道赖清德多少吗 变49% 49% 所以表示 从柯文哲这边离开 全部灌到赖清德那边去 小草就会吃回头草 是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柯文哲如果垮了 债野党大概也垮 这是一个联动性的东西 因为你柯文哲一旦垮之后 第一个过去可能 很讨厌国民党的那些小草又回去了 第二个很多中间选民可能会 你要知道他会对整个在野联盟失望 是 他对在野联盟失望之后 那未来就 他就不太容易再支持 出来支持债野 这搞不好会直接影响到 这个谢国良的罢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